現在呢各位的你看到的是 就是這邊已經接上去了 那你現在只要把它接到我們的這個開發板上面 所以你把開發板拿出來 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後面一個洞 這個就是要放後面這個 這個晶片的 那如果說老師怕它會洞來洞去的話 像我這裡有加上一個雙面膠 就會黏得比較緊 所以我現在就把這個板子 這個洞就是放這個晶片 我把它放上去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對不對這樣就放上去了 那接下來呢 你就要準備把它出來的這個線 要把它接上去囉 首先你先看一下 你們現在已經有接好的這些線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兩個馬達分別是從這兩邊接上來 好接上來 那 在這裡 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 後面這邊的齁 後面這四根 這裡 這裡 這裡有四根有沒有 左邊兩個 請你接到05 還有02 有沒有 這邊就是控制那個輪子的 輪子的 右邊這兩個 就是 右邊馬達的 我就接到 然後 這裡 有沒有 16跟14 好 你如果接錯腳位會怎樣 電刀走 對就電刀走 比如說你按前進他就後退 好 雖然是不會怎樣 但是你總是會覺得怪怪的 所以呢 我現在回到這邊來 你看一下 這裡 線的顏色不見得跟我一樣 因為每個人顏色不一樣 但是你分一下 第一條有沒有 我這邊有四個 這邊四個對不對 前面的12 接到哪裡 開發板這一邊 有沒有 02跟05 所以 你可以再比對一下 我把這個稍微放下來 你再比對一下 有沒有 這邊接 第一條 我是接02 第二條接05 所以呢 我拿過來一點 你也可以先把開發板拿起來 直接這樣接 我第一條 我接到02 02 第二條 我的是黃色的 我就接到05 好 再來 我們右手邊的 我拉過來一點 右手邊的 第三條 我是接到14 所以我找我這邊的第三條 我是白色的 第三條 我接到這裡的14 這邊的14 這邊的14 第四條 我的是灰色的 我的是灰色的 我就接到這邊的 16 好 這樣我四條就接好囉 有沒有 這樣子我四條 把它接到板子上 現在就只剩下最後的電源 這個電源 這個電源就是要提供什麼 提供我們這個 提供我們這個 雙馬達控制板的 就是這邊 這個 這裡 有沒有 左手邊 還有兩條線 你們有沒有人 有掃線的 有嗎 有掃線的 你可以先從盒子拿出來 這樣OK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插電源而已 你看電源 最左邊那一條 紅色的 我的是紅色的 一般來講 我們電源習慣了 正極 會是用比較鮮豔的顏色 如果你有這樣分是最好 因為這樣最容易區別 那接地大部分用紅 那個黑色或灰色 所以我現在這條紅色的 就是我現在螢幕上這條紅色的 有沒有接到3.3 這是提供 電源給這個雙馬達控制器 所以我就接到這一邊的3.3 接進來 有沒有 接到3.3 好 那接地就沒問題 就接這邊的接地 這樣就完成了 對對對 這樣就完成 你就把它擺好 好 我們這邊就不接上那個超音波啦 就比較單純一點 你能夠控制它 就可以 所以最後組裝完成 就長得像這樣子囉 看看你有沒有電線有少的 來我畫面先還給你 好不好 你可以看一下